大家好,我是酷奇 今天要来介绍一下加持挑战关卡的第二关 我听蛮多玩家说用黑白盒会蛮好通关的 黑白盒的队伍是无限的回血机制 不过既然都要介绍了 我们就换个比较有趣的编程 我想说啊,这一队都会压血才有倍率了 那就干脆不要补血 这个逻辑有一点怪但不要紧 所以这次的编程就变成这样子了 首先先来介绍一下队伍 光影 用来击减伤害以及防毒 奥丁龙 也觉醒无效 貂蟬是防暗 以及继承伤害无效技能 撒弹 减回复避免补到血 以及全版技能 我们就实际来挑战一次吧 GO 第一关的阿梦会给久久的重力 那我们就是要善用这次的重力呢 把后面的关卡都突破 第一关要消到光暗的两色 配上一些combo数 大弹的超卷型是50%以下攻击强化 所以说攻击力还蛮高的 第二关在半点的情况下呢 敌人会打5000多 转七色阵也一定有攻击色 那有防好毒的话呢 版面只有邪魔而已 所以确实的把猪都消掉 在这边combo数不用太高也没关系 只是稍微把一些杂猪消掉的话 下一个版面会比较好看 第三关的敌人不会有限制 但是会给全版面暗暗 那暗暗的部分呢 我们就靠雕层的觉醒解决 在这边我们先把光阴的技能开掉 做好两回合的机简 然后一样 含光暗两色的一些combo数 接下来的第四关到第六关都有限制 第四关如果有先做好机简的话 限制是9000多 那有双机简的话呢 敌人会打2300左右而已 那这边一样 含光暗两色的一些combo数 其他颜色就尽可能的消掉 第五关的阿提密斯一样有限制 限制在机简的情况之下 是打1万多 那双机简呢会打3000多 觉醒无效的部分呢 我们就开奥丁龙解决 接着开雕层的二技 做好伤害无效 然后版面因为没有光阻和暗珠 所以我们开一边的队长 然后直接消除 最后一关的先制非常的痛 所以说有做好无效的话呢 敌人不会伤害到你 那这边我们开撒弹 然后开一边的队长 直接滑掉 这样子就能够顺利通关 虽然说这个编程还蛮有趣的 但是会发现到啊 后面的毒株有够多 所以要小心消除一下 这样子关卡就结束 最后有两个要提醒的地方 第一是如果没办法跟我一样 配的血刚刚好 那就换成HP徽章 可以马上解决问题 另外这一队的运气成分在于版面要随时有光暗的两色 以及开完技能之后不能有毒的天降这一点 但比起靠黑白盒 我觉得还没办法通关的玩家 可以尝试看看 喜欢我的影片 希望能够帮我按赞和订阅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